花蓮县长今天在中国广播电台音乐制作人王继三 以及花蓮县文化局长的陪同下 前往旧中广花联台、江军府以及旧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军官宿舍 县长关切建筑安全以及老旧设施修缮进度 希望可以提供居民舒适的休憩空间 县长习正位率宣服团队一直以来推动国际智慧城市 观光友商花蓮市场宴景 推广认识地方、认识乡土以及认识台湾历史的演变 期盼能够让更多人对花蓮代表性的文化产生兴趣 进而爱上花蓮这片乐土 更继续打造花蓮成为最实倚人居住的城市 同时对于带给乡亲舒适生活的基础建设 它也有最高品质的执作以及诉求 在旧中广花蓮台以及江军府思想过程当中 现在许正位继续迷离地针对改善亲子厕所成为智慧厕所 屋旁的树木以及灌木虫修剪 加强人行道安全规划 自行车道的导览 边坡护栏加强等环境工程等提出改善的建议 并且请施工单位尽速办理施作 也期盼借由系统性的专业规划 提升提灵整体修器环境安全 以提供民众完善的休闲去处 文化局长吴吉表示 复兴界55号旧国防部后子部军官宿舍 这到1966年完工占地120平方米的双层装造建筑 前生为国防部军官宿舍 去年4月产权移拨给文化局 并由县府一租600多万元 翻修历时三个多月 看准临近即将开幕的杰西安院酒店 期盼能够成为文化创意发展的重要基地 为美轮上的旧中广画链台 于2017年12月移交给画链线文化局 主体结构建造于日至末期 维装木合一一层楼建筑 有近80年历史 由于华联帮送局是台湾广播历史发展 花东地区重要的实体物件 由于临近松云别馆 布道列馆老树以及张军府等建筑景观 县府积极串联并且规划 再现整体园区的风华 记得继续合成为了